病故还是遇害,唐献宗为何和儿子同时离奇死亡,奴仆相斗主人遭殃?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,圆和十五年,八百二十年,真宅二十七。 议程节度使刘悟从大明宫带出一条好消息,皇帝的身体状况很好,刚刚还签署了一道任命诏书,唐献宗因病已经多日不上朝,大臣们无法进宫,一个个集得团团转,朝堂之上一片惶恐。 正好赶上刘悟进宫述职,这才有机会见到皇帝,于是大臣们坠坠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 其量,第二天一早,人们得到一个骇人的消息,皇帝夜里突然驾崩了。 与此同时,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,有人说皇宫里夜半杀生四起,皇帝死得不明不白,还有人说皇次子李王李韵也死了。 刘悟严梦了,白天皇帝还好好的,怎么就突然崩了呢? 不久,李韵死亡的消息得到了验证,这给唐献宗知死的谜团又增加了一层疑云。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,导致父子俩同时离奇暴死。 旧唐叔有述处提到唐献宗的死,但没有留下任何可疑之处,这就说明旧唐叔认为唐献宗属于正常死亡。 但新唐叔的记载却是患者陈洪志等反,庚子,皇帝崩葬,年四十三,意思是宦官陈洪志等人谋反,杀害了唐献宗。 陈洪志为何要杀害唐献宗呢? 原来唐献宗迷上了嗑药,大量服用方式炼制的丹药,中毒太深,导致性情变得很暴力,经常打骂太监宫女,被陈洪志等人报仇血恨了。 唐献宗服用丹药的时,在旧唐叔中得到了验证,唐献宗即位后,将进献丹药的方式和僧人全部杖杀,并昭告天下。 对照这些史料,结论就有了,旧唐叔认为,唐献宗就是要吃多了,把自己吃死了。 新唐叔认为,唐献宗要吃多了,脾气变臭了,被人干掉了。 不过,这两个结论依然没有解答李韵之死的谜团。 我们在新唐叔中又找到两处记载,崩葬之息,成锤死,李王被杀,逆不发丧葬,久之已告,废朝三日,献宗崩葬,陈洪志杀土突成锤及李王。 这两段文字很清晰地告诉我们,李韵肯定是被杀,而且跟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一个人,土突成锤,神策军中尉。 如果说陈洪志谋害皇帝是为了报复,那么为何要杀害李韵和土突成锤呢? 这个陈洪志究竟什么来头,居然一晚上连杀唐献宗,李韵和土突成锤三人。 烧脑的来了,陈洪志其实是个小人物。 史书对他的记载少得可怜,都搞不清楚他担什么职务,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有争议,另一处写作陈洪敬。 所以,陈洪志背后一定有大人物,他,他是谁? 皇帝的意外死亡,一定离不开一个话题,皇位之争,顺着这个逻辑,人们轻松地抓住了陈洪志背后的两名凶手,他们是郭贵人和他的儿子李恒。 郭贵人出身很显赫,他是郭子怡的孙女,圣平公主的女儿,也是唐献宗当太子时的原妃,按理来说,作为嫡妻,郭贵人应该被立为皇后。 但唐献宗以子武之计为借口,拒绝立皇后。 由于没有皇后,唐献宗的所有儿子们都成了树子,因此,树长子李宁以第一顺位当上了太子。 李宁福宝才当了三年太子爷就英年早逝了,他的死,让大唐帝国的公围再次暗流涌动,一大群人虎视眈眈地盯上了李宁留下的空缺。 按照惯例,李运就是毫无争议的继承人,因为他是皇次子,是仅次于李宁的第二候选人。 但有一大群人不愿意接受李运,他们指出,李运的生母出身低贱,丢大唐帝国的形象。 相较而言,皇三字李恒更合适,郭贵妃本就是嫡妻,国家还是再造大唐的恩人。 不过这个说辞其实有点扯,唐带宗的生母是个伐入宫中的奴隶,影响唐带宗当皇帝了吗? 李宁的生母既是也很低贱,儿子当上了太子,他才被转正,获得一个品级很低的美人称号,他怎么就没影响李宁当太子呢? 撕开那些冠冕堂皇的辞早,那些支持李恒的人只有一个理由,利益驱使,或驱离或避害,这些人与郭氏结成了同盟,而李运的母族却没足够的本钱。 由此,人们得出一个结论,郭贵妃早就因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被剥夺,对唐宪宗怀有深深的怨恨,一定是他主导了士军阴谋,陈洪志是他的马前卒而已。 因此,事变针对的目标不光是唐宪宗,也包括竞争对手李运,以及李运的坚强后盾吐突突成锤。 这个逻辑推理似乎天衣无缝,但他仅是推论,史书里找不到丝毫郭贵人,李恒母子士军的痕迹恰恰相反, 我们很容易得出另一个结论,郭贵人和李恒不可能是君,因为唐宪宗已经立李恒为太子。 元和六年李宁去世,元和七年,唐宪宗就宣布立皇三子李恒为太子,到唐宪宗去世这一年,李恒已经当了整整八年的太子,期间父子俩没有任何矛盾。 既然如此,郭贵人母子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韦,干出是君夺位的事呢? 因此我坚持认为,唐宪宗之死与郭贵人母子没有关系。 其实,这起案件的真正核心人物,是大家一直不太关注的那个遇害人吐吐成锤,他会帮我们找到真凶。 吐吐室是先卑人或者男兄奴人的后裔现在的吐姓。 旧源自于吐吐室,吐吐成锤可了不得,他是唐宪宗最信任的宦官,没有之一。 此人少年入宫,第一份工作就是伺候当时的太子爷唐宪宗。 吐吐成锤姓宁慧,有才干,因此得到唐宪宗的格外赏识, 备受于左奸门将军,左神侧军中尉,内长室,之内室省室,封济国公。 手上既有兵权,还是大内总管,寸公卫力就获得公爵。 这份荣耀着实罕见,唐宪宗为了吐吐成锤,还做了两件引发重怒的事。 当年吐吐成锤不顾反对,力主征讨成德节度使王成宗。 唐宪宗打破宦官不能为帅的规矩,授予吐吐成锤军权,主持了对王成宗的军事行动。 结果吐吐成锤甩了唐宪宗一戒耳光,这场征讨耗费大量钱财,却屡战屡败,最后只好跟王成宗够合。 事后,唐宪宗迫于压力将吐吐成锤贬为监军,但不久又将他召回,重新任命为左神侧军中尉。 为了安抚吐吐吐成锤,唐宪宗还将吐吐成锤的死对头,宰相李将贬处可谓贴心到家了。 然而,在立太子这件事上,唐宪宗却拒绝了吐吐成锤雍立李韵的提议。 对这件事,史书用宪宗明段不获加以评论,似乎李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,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恒就是个昏君。 唐宪宗之所以选择了李恒,其实与李恒,李韵两位当事人没有太大关系,而是受制于他们背后的势力。 吐吐成锤立亭李韵看起来很强大,但李恒背后的力量更强大,他们分别是梁守谦、王守成、李将、崔群等。 梁守谦是仅次于吐吐成锤的第二权换,时任淑密使,后又兼任又神策军中尉,跳级大将军,又武卫上将军。 淑密使这个官职设立于唐代宗期间,最初的职责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,负责于宰相班子的工作对接,由宦官充任, 后来其权力越来越大,逐渐有凌驾于宰相之上的趋势,被认为是内宰相。 也就是说,吐吐成锤替唐宪宗主内梁守谦主外,二人同时瓜分兵权,吐吐成锤更受信任,梁守谦更受以重。 王守成是后起之秀,此时的地位虽然不重,但却在储君之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,正是他的牵线搭桥,将梁守谦等人拉进了李恒的阵营。 吐吐成锤的格外受宠,以及嚣张的性格,让他既得罪了外朝的众臣李将、崔群等人,又孤立于梁守谦、王守成之外。 因此,当他高举力挺李运大骑时,另一面旗帜一定会产生,至于是不是李恒,其实并不重要。 所以,这场储君之争,也是两大宦官势力的角逐,甚至后者的比重超过了前者。 您可能会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,奴仆永远是主人利益的延伸,怎么会反过来主导主人? 您说得没错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所谓的主仆关系已经拉平,甚至有颠倒的危险。 主人往往成了奴仆的工具,读两堂书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,皇子们的存在感越来越低,出唐每一位皇子都有血有肉,精彩分成。 到了中唐皇子们开始沦为平庸,到了晚唐,皇子们仅剩下一个记号,甚至连记号都没有。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呢?这跟唐玄宗的石王宅百孙院有关。 唐玄宗在位期间,为了防止皇子皇孙们跟朝中势力勾结,将他们集中一起居住,这种大集体的生活方式,极大的限制了皇室子弟们的社会活动空间,都变成了温室里花朵。 谁是护花使者呢?宦官,唐玄宗给每个宅院都配有掌管太监,既照顾他们的生活,又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宦官仅仅扮演服务员,角色时,这种结构摧毁的是皇家子弟的活力,可一旦宦官手握朝政大权呢,无用质疑,他们一定会沦为宦官势力的工具。 李韵就是土图成垂的工具,他什么也没做,也没能力做,他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土图成垂抛来的橄榄枝。 但是,对唐宦宗来说,李韵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,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 但问题是,土图成垂的人员太臭,选择李韵,就等于将他推到了一大众反对派的对立面。 那么,这样的储君未来能坐稳皇位吗? 所以,唐宦宗抛弃李韵,其实也跟李韵本人无关,而是在两派势力之间的权衡结果。 历史的真相是,那天晚上,唐宦宗刚刚驾崩,李衡就在王守城,两手牵的拥戴下即位,并且处死了土图成垂和李韵。 因此李韵之死,是典型的奴仆相斗主人遭殃。 至于唐宦宗,究竟是死于谋杀,还是病故,已经很难找到确凿证据。 我个人倾向于病故,至少郭贵人和李衡是不可能冒险干这种无意义的事,您觉得呢? 对此,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猫。 请啦!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